很多人都相信这个电话手机的号码应该要有幸运的 66666或者88888就可以一路发 但是呢现在NCC有意见 NCC认为这些门号拍卖好几千万应该是属于国家的公共财 所以从明年起要征收一定秉丽的使用费 还记得吗两年前中华电信的一个门号 098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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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路发的号码呢 当时候以630万元的天价卖出 那可以说是史上最帝王级的黄金门号 不过现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就是NCC认为 那门号呢是政府无偿配给的公共财 所以NCC决定最快从明年开始 要针对电信公司拍卖黄金门号的所得 征收一定比例的特殊门号使用费 那换句话说电信公司以后再拍卖这些黄金门号或选号费用 钱无法都全部放在自己的口袋了 那如果呢是以征收五成来计算 以后国库呢每年至少可以进账四到五千万元 但NCC这个征收费用的决定 那主要是电信公司呢收入会受到影响 那这一条信公司呢 我们就会执行了 就有可能会被执行了 现在我们就会执行了 就会执行了 那么我们就会执行了 就会执行了 感谢观看